Wu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6 KCC挑戰杯 第三戰 E15B組的決賽 我是今天的車評 易達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三 這個通過空拍機 可以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的決賽 台數比較少 總共五台車參賽 因為這個說真的100 E15CC這個集聚的參賽人數 在各個賽會 在整個台灣賽車界 都是比較少一點的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當天的狀況 這個當天的天氣是不錯的 雖然現在改成平地鏡頭 感覺有點灰蒙蒙的 其實當天天氣是非常好 非常的熱 好那拿下今天幹位的是 SMRT順星身風車夜的 王年埔選手 第二位則是 SMRT順星身風車夜的 鄭家翔選手 第三位則是 來自FM忌兵車隊的 附中性選手 好這個 雖然說這組人數少 可是你看這些選手在起跑前的態勢 就是要來跟你輸贏的 好登面現在所有選手起跑 我們來看第一彎的競爭如何 這個路線變化也是非常的多變 好拿下我們這個第一彎的是 王年埔選手 王年埔選手 其實在這個E5B組 現在都是以他的 兇悍的騎乘技巧著稱 那剛剛在這個外線包進來 也是非常的俐落 所以目前呢 是保持在領先的順位 那第二順位則是我們的 安定之鬼 鄭家翔選手 好那個鄭家翔對場地的熟悉度 我想不用多說了 他的秒數 跟他的成績 是有目共睹的 這個時候他的這個壓力呢 就轉嫁到我們的王年埔選手身上 王年埔選手剛剛這個 帥之真的非常可惜 真的真的 因為他在前兩個彎 其實表現的 看起來這個氣勢是有道的 那如果 他繼續維持那樣的步調 或許後面選手是很難追擊 不過剛剛他發生這個鑽到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他馬上就牽起來 而且是在低速彎 所以應該可以蠻容易追上 對 那我們看看在 也不一定容易追上 就看說 不要損失太多的時間啦 看看在這個縱後半段 有沒有機會再追回來了 好 目前通過我們直線之後呢 增加強選手 領先的增加強選手 已經稍微的 跟後方的第二位選手 拉開了一點距離了 那其實安定賽車場 對於115C組的車 或115B組的車來講 就是10寸機型來說 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因為他 要帶的傾角比較多 對 因為安定其實 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安定他很多彎 都是連在一起 幾乎是一直 在傾斜的狀態下來 攻略這個賽車場 比較少有完全的直線路段 是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10寸機種跟12寸機種相比呢 他的穩定度來講 和他的傾角 最大傾角來說 都是比較吃虧的 那選手要怎麼樣 在保持速度的同時 又能夠獲得 他應有的穩定度 這就是考驗選手的技術了 好 目前在通過 法夾彎之後 領先的 依舊是我們的 鄭加強選手 那麼第二位的是我們的 副中性選手 副中性選手在起跑之後呢 穿升到了第二順位 那回頭看了一下 在後方被他看了一下 也跟著回頭看的是我們的 殷開靈選手 剛回頭看了一下 發現不得了 就是我們這個 王年甫選手追上來了 因為王年甫他在單選上 有絕對的優勢 所以我們看看 他在什麼地方 要來處理我們的 殷開靈 好 那目前畫面上帶到的是 今年穿著這個 非常亮眼 黃色皮衣出戰的 副中性選手 副中性選手 他其實 他的起程節奏 就我的觀察 是比較溫和的 他並 因為其實你看到他 平常看到他也是 客客氣氣的 就是比較溫和的 那目前 以他現在這個位置來講 他應該是可以比較自在去 做他的單選 因為他的個性 跟他的騎乘技巧 使然 我覺得在 肉搏戰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是少了一點氣勢 沒有那個 噢 這樣那種感覺 什麼 觀眾聽不懂 氣勢 對對對 那我們就看看 待會 如果王年甫追上 又或者殷開靈 爆發起來的話 這個陷入 第三集團 陷入大混戰呢 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好 目前看起來 剛剛 硬開靈是稍微阻擋了一下 在這個直線的第一彎 這邊 稍微阻擋了一下 不過 王年甫的殺氣 已經透露出來了 看看他什麼時候 要來發動攻勢 他居然在這個地方 右彎發動攻勢 這算是蠻大膽的 我覺得都是先弄他一下 讓他知道我來了 我來了 當然先警告你一下 那目前看看 其實王年甫真的 我覺得他起E5B組 讓我覺得最訝異就是 他幾乎 他如果在落後的時候 他幾乎每關都在發動攻勢 他可是就算失敗呀 我正要說他就算失敗 又可以馬上捲土重來 剛剛這個畫面 應該是他在切內線的時候 他貼太裡面了 貼太裡面 那 硬開靈 當然領先選手 我們不會去浪位 就說 先走先走 不會這樣子 那所以 在路線不變 防守的情況之下 你後方選手就可能會發生碰撞 而轉到 那這一次 雖然說 我們剛剛他在第一次轉到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空拍機 他似乎又發生了一點小狀況 對他起來之後又滑了一下 哎呀 在這個右髮夾這邊又發生了一點狀況 所以王年福這一來一往 其實損失非常的大 嗯 他現在比賽也過了好幾圈 那在這個固定圈數的情況之下 恐怕是比較難追回來 我們看看在後半段呢 還有沒有機會 那目前領先的 依舊是我們的安定之鬼 鄭家翔選手 那第二位則是 副中心選手 第三則是剛剛這個 用他的大腿 擋住了敵人攻勢的 硬開靈選手 其實硬開靈選手 他這兩年 哎呦 我跟你講那個 空拍這樣拍起來 比賽過完的時候感覺都好像快轉到 整個人都貼在地上 音樂都很平 對我剛剛才很叫出來 還好我忍住 哈哈哈 那其實硬開靈選手也 本來是 國內算新生代的選手 嗯 在這幾年之後呢 他也算是老選手了 好 那參賽頻率其實並沒有那麼的高 嗯 因為最近就是專心在工作上 在他事業上 是是是這個 百萬年薪業務 對 百萬年薪 百萬月薪 哦 百萬月薪 對對對 百萬業務 是 那不過 就像我們之前所提過的 我們都很希望說選手們 你在跑出好成績 然後在業界服務之後呢 能夠繼續待在這個圈子裡 不管你的職位變成了什麼 選手也好 祭司也好 領隊也可以 或是百萬業務 或者是這個我們賽車運動的 形象大使 都可以 哦 那 重點是呢 喜歡玩車 我們就一起來挑戰 然後一起在這個圈子裡面呢 哦 去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哦 那現在他可能比較不想聽到這些 他比較想要發展出的是 他怎麼對他前面的這個 附中性選手呢 發動公司 發動可能性 哦 創造這個機會 創造可能性 因為說真的啦 附中性選手我們剛剛所 為什麼會提說他比較穩哦 選手們 有分 有些是 一直拚 像王年符 是 哦 這個 上去很像猛獸一樣 哦 跨了人的嘎 但是 也有一些是 他比較 穩 但是他的成績會很穩定 哦 秒數很漂亮 半圈記錄期 對對對 那 在這兩者相加之下 其實 你如果今天是大家全部卡在第一季頭的時候 競爭性 哦 這個 侵略性比較強的選手呢 就會比較有機會 還會有優勢 哦 可是當 大家都散開來跑的時候 其實穩定型的選手 反而比較有優勢 因為你不容易犯錯嘛 吼 那 附中性選手現在 依舊是保持在我們第二順位 那 前面的增加強選手 看起來要追上 要看起來 不是 增加強選手不會往後看啊 往後看 當然看不到附中性 是是 應該是 沒有 其實他們距離並沒有拉得非常的開 因為我想 增加強選手也是稍微把節奏調整了一下 因為畢竟沒有必要拚嘛 那 加上剛剛王廷福的自爆 現在最 最重要的就是求穩 對 沒有錯 把 好好的把這個勝利給拿下來 那麼在 進入直線段之後 我們的附中性依舊是保持第二順位啦 是 那其實附中性選手 我記得他最早 並不是 只 他只有騎過115C嗎 他有騎過115C 是是是 那今年是比較專注在這個嗎 嗯 他其實 應該說兩個組別 他好像都保 115B也有跑 對 115C他也有跑 所以今年是 115C跟 115B 是是 也是屬於跨組參賽 其實 我覺得在別的場地就算了 在安定 尤其是像這一天這種天氣 你要跨組比賽真的很累 嗯 天氣比較大 較熱一點 天氣比較大是哪一個行為是 溫度比較大 什麼溫度比較大 當天的氣溫比較大 當天的氣溫比較高 太陽比較大 對對對 那其實 當然啦 你如果在一個 只跑3圈5圈的情況之下 太陽大好啊 抓地力比較好嘛 嗯 路面溫度高 可是你在安定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旁邊我們的重哥 機兵車隊的重哥呢 對這個 還會敵 不是不是 是嗎 是附中性 是是是 對附中性呢 比出這個 慢一點 穩一點 穩一點 因為 重點是什麼 積分 沒有錯 重點是什麼 獎盃 當你確定跟前方選手 已經很難再去追近他的時候呢 這時候把節奏放慢 是正確的決定 避免說你就在那邊 太興奮 不小心就 不小心轉倒 那就很可惜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再拉回來我們剛剛所說的問題 我們 我們剛剛說什麼 我們剛剛說了 他比較溫 起起來比較 比較順這樣子 是是是 但是前面這個 我們也看到我們這個前面比較兇的 鄭家翔選手呢 其實他 我覺得 我很佩服他一點 就是他獨走的時候 他會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把這個節奏放穩 放慢 你看 他這個跟第一圈 如果觀眾有興趣 你可以倒帶回去看 這跟他們第一圈第二圈的 那個騎乘姿勢 整個散發的氣勢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現在就是球穩嘛 那比賽也是如此 你像 今年的這個MOTO GTP比賽也是一樣 Marcus他就是靠他穩定 來拿下年度冠軍了 在拿下年度冠軍之後他就開始 拚了 他拚了就擂殘了 反正沒差拿年度冠軍了 所以說 賽車很微妙啦 很多時候我們要去衝刺要去 搶那個單圈成績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穩定 穩定才會有好表現 可能有好表現呢 你才會有好生機 對對對 那才能得到更多的贊助上的支持 你也才能夠繼續在賽車路上向前衝 是的 那 之前的比賽轉方我們有提到 相關的一些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會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部電影 叫做那個 決戰終點線 他是F1的 F1的一個真實改編的故事 是那個 故事主角 主角說我們的雷聲索爾 我看你一臉恍神 沒有 我剛剛在回憶 那一部影片 演的什麼 因為我有看過 大部分看台語片比較多 也不能這樣講 還有日語片比較多 可能還有歐美的參加 不是不是不是 好 講什麼東西 我會推薦大家去看那一部電影 我們先不講他電影本身的這個 故事劇情或是內容等等 你去看其中一段 就是 當Niki Laura他們在踏入F1這個世界 還有 James Hunter在 第一年參賽之後 參加F1之後 車隊因為資金運作而出現狀況的那一段 那個整段故事 我覺得那是一個重點就是 賽車他不是一個人的運動 不是你快 你就可以 一直在場上拿冠軍 那也不是說你很兇 你很猛 你就可以持續 贏得很多比賽 你需要資金 需要資源 重點是你自己本身要有穩定度 穩定度 才能夠為你帶來好的頭銜跟成績 年度冠軍還是最最最 聽起來是最兇的 是的 那你的穩定度要夠你才拿得到 那隔年才會有贊助 你才能有更多的資源去跑比賽 才會獲得更好的成績 對 所以年輕選手們 或是老選手們 除了在跟單圈拼搏之外呢 你的穩定度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鄭家祥完全了解這個道理 因為他現在 基本上膝蓋也不太著地 碰一下 就是碰一下 穩穩的再回頭瞄一下 沒問題啊 嗯 輕輕鬆鬆的 來穿過我們這個髮夾彎 來準備迎接最後一彎 並且呢 轉動我們的油門 迎向我們的重點線 奪得這場的冠軍 好 方哥齊回下 恭喜我們的安定之鬼 鄭家祥選手 拿下E5B組的冠軍 那麼第二位通過了 這是我們的副中性選手 第三位這是硬凱琳 在後面這個 很生氣拍把手的是我們在 是王年譜選手 王年譜選手 今天其實 他應該算蠻有機會 不過就是這個第一次的失敗 可能太急了 第二次的躁進 跟第三次這個 一個小小的失誤 就把這個 奪冠的機會呢 給放走了 沒關係 那個明年 還有機會我們再歡迎 這個王年譜選手 繼續挑戰 沒有錯 再更多組別拿下好成績 那也恭喜我們的 鄭家祥選手 拿下我們這一戰安定的 一五一五一組的冠軍 恭喜 大家好 這是 üzere 這次的 就是一五一 正 懲賽旅途 九六 鬥 每個選手 都是非常有競爭力 跟有水準的 很榮幸 在這次的比賽中 幸運的拿下冠軍 東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